台东县税务局和卫生局联合举办的 睡睡健康周末欢乐派 4号下午在台东县长公馆举行 台东县长饶庆林特别和民众呼吁说要准时缴税 更邀请到神秘嘉宾 也就是前总统马英九到现场 向书法比赛得奖学生颁奖进行加冕 4号下午台东县长公馆内 有台东县税务局与卫生局联合办理 睡睡健康欢乐周末派活动 台东县长饶庆林向民众呼吁准时纳税的重要性 那就每个月我们有一天 有我们各局处来做一个亲子同乐 5月就是我们房屋税开征 4月是牌照税的开征 所以各位这两个税请你们务必要交 因为那个是地方税 那我们自己的收入真的不多 所以各位的地方税都会用在台东的地方建设 延迟一天就要1%的质纳金 千万不要我们要省钱 所以就定时缴税好吗 神秘嘉宾马前总统清零现场 大赞台东的观光已达到货出去 人进来发大财外 更唱起国旗歌大赞台东风景 我去年7月5号在这里来 黄前县长请我做热气球 一上升以后啊 哇 花东重骨 美景尽收眼底 觉得真的好感动啊 为什么呢 想唱歌 唱什么歌各位知道吗 不对不对不对 三船庄丛丽 五产风楼 烟花是走 东摇晨雄 你们实在很厉害啊 一个热气球 两三个月的时间 让台东人的财富增加很多倍啊 你们的前县长很过分啊 他当了9年的县长 你们所有的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 信用合作社 农会信用部 所有台东人的存款增加390亿 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很过分 人家在竞选的时候说 货出的去 人进的来 这个发大财 你们都做到了 你们都不是口号啊 都是做到 大家都对不对啊 所以继我们黄县长之后 台东县最美丽的女县长 要看你表现了 我们希望也认为 她一定可以做得比黄县长还要好 对不对 写的一首好书法的马前总统 向现场参加 租税标语书法比赛得奖学生 办法奖状 更勉励学子请练书法 练的不多 但是每天都动的话 效果就会不一样 是不是请在场的家长和老师们 能够增加他们练习的次数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还有呢 应该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家长 参与这个练习 饶县长与马前总统 向现场的母亲们 献上康乃馨作为祝福 全场妈妈们争先接过前总统手中的花束 充分展现了马前总统的高人气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